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第七周的最佳阵容公布了 狼队成为本周最大赢家 抢占了四个名额 只把编路位置留给了TTG的青青 而本周收获最大的选手 当属小胖了 他当选了本周最佳选手 刚刚付出就拿到最佳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面的鼓励 狼队这周之所以能分到这么多猪肉 主要还是他们零分了A击 打A击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小胖的表现也确实有野王的风采 刚回归的第一场他就被零封 现在通过A击找回了自己的饭碗 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吃饭了 青青是除了狼队以外 唯一入选的选手 他们上周3比2显示了一star 仅从他的个人表现来说 确实担得起这个最佳 可即便如此PTG 还是要去打卡位赛 青青在PTG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期间亚军拿到手软 PTG的上限也就到此为止了 本赛季别说亚军 以他们的状态 季后赛能不能撑过第一场 可能都成问题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本周最佳阵容呢